申請準備 局長 您好 各級事務主管 您好 各位民居 大家好 這個 我們對這個開發案 到目前已經開了好幾次的說明會 我們接著這個 這個 理民對這個案子 也並不怎麼非常大的一個反對 那表示說這幾次下來 大家 雙方已經有一個共識了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我們一直心中有一個疑慮 因為我那天在市政府 我就提出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整理長又提出來了 就是說 你蓋個29層的這個高樓 如果在西立路 我要抬頭看29層 OK 那在忠孝東路 OK 那在大道路 你要抬頭看個29層的話 我會暈倒了 因為那個路寬根本不夠 你現在既有道路 就已經很有篩了 那個車子喔 大道路跟福德街喔 那個車數非常慢 為什麼辦呢 太小啦 車子多啦 那你一小時容納這麼多的富士跟人口進來的話 這一點喔 我請局長你站在專業的立場喔 我希望 你要慎重考慮 因為 因為市政府有市政府的立場嘛 但是我希望不要說 因為這算已經很 數一數二的開發案 那不要把這個 力量都全部集中在這裡 因為有很多 範圍可以擴大 包括我們各部會喔 我們互相 裡面 跟中央可以互相協調喔 取得這個用地的話喔 我希望 把這個 稍微 稍微把它疏散一點 譬如說 像我們這種舊設計喔 你蓋了29層樓喔 實在實在太高了 你那個容積率降低的話喔 那個中多 12層樓 16層樓就已經很高了 這一點喔 局長喔 再重新 再考慮 謝謝 好謝謝 那下一位 欣席 林先生 然後再下一位 陳美 陳美竹 喔好 那就是李清 李清竹你好 你這個 這個圖喔 看得 白的是公宅 旁邊那個 藍色的是屍宅 這樣是 表面上是很漂亮啦 但是 今天要蓋公宅 就是要解決 基礎問題 那基礎問題 不是只有解決 廣執薄外院的問題 旁邊這個也是要一起解決 那我們統計的話 自用住宅是有 86% 占86% 真的沒有的話 是14% 那假如說 旁邊這個86%能夠解決的話 14% 那個是我兄弟 當然這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喔 你現在 你這個 廣執 開挖的強度這麼高 投入業多 以後 20年以後 少子化 我是這樣講啦 以後變文職館怎麼辦 會不會變文職館 大家要考慮一下喔 柯市長是很省的喔 連那個7億喔 那個老年年金都要省了對不對 你20年後 你不可能是市長 也不可能是集長 但是問題 假如弄出來 是一個 一個文職館的話 而且又有開發的問題 我是說 還是要盡量的 適度的把它 降低喔 政府 市府的財力是有限的 民利是無窮的嘛 你就 外面的 假如說外面這個都更能夠弄的話 外面的地價稅也可以說得到 市府也可以說得到 房屋稅也可以說得到 就算把這些錢來給公務人員加薪 我們都認為很好 就不要蓋文職館啦 20年後 大家能夠保證嗎 那個少子化 你看那個連開宅 去登記的只有10幾%而已啊 假性需求啦 不要說 因為那是我兄弟 當然我們要蓋啊 我們沒有反對喔 不要說我們反對喔 也不是什麼賢物測試 我們說 要蓋來蓋 但是我們 有一個原則就是說 不要浪費 不要蓋文職館 謝謝 好不好謝謝 大家小影響啦 好不好 感謝兩次 李清智是李先生嘛 然後 再來就是江一平 江甲女生 謝謝 李清智 李先生在嗎 那就往下 就是江一平 江小姐 你在嗎 在 我認識了嗎 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